今天,會去鬧市中比較隱世的寺廟 萬佛寺 即使在假日,遊人也不算太多 那我們在沙田火車站B出口出發 沿著斜路下吧 沿著斜路後,會經過排頭村 這個村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 是姓南的家族 而沙田還是香港法定古蹟 我們一直走到排頭村尾 經過旁邊的公園,然後轉左 轉左後直走,然後過手指的對面馬路 走到尾,看到鐵絲網 右手邊就是商場的停車場 而左手邊,轉入小路 就是上萬佛寺 一走進去,第一棵樹 就已經看到貼上提防假僧類的海報 沿路上萬佛寺也會看到這些海報 可能之前真的有很多騙人的假和尚 不過現在疫情關係,我就一個都看不到 我也很討厭這些假和尚 騙了人的錢,就拿去吃叉燒飯 看到萬佛寺的牌 我們就正式到了萬佛寺的山腳 我們要先上山,才可以看到寺廟 不過這段路不會難走 一來萬佛寺好體貼 設有樓梯和扶手 更加有很多長椅 讓大家中途休息 不過最重要 這裏沿途有五百尊羅漢陪我們走 五百羅漢,各個不同樣子 造型也不同 五百位羅漢 相傳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弟子 他們就長住人間 為我們作福 所以當我們走上去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的角度 都是仰視他們的 萬佛寺 是由雲南高僧 號稱八子投陀的月溪法師 於1949年 親自率領眾弟子興建的 他除了懂佛經之外 還懂得英文、法文和西洋哲學 所以沿途上山 除了看到羅漢之外 都會看到他的金句 我自己比較喜歡這幾個羅漢 因為他們好像是小販 或者做操縱工作 成佛就不一定 只要穿得很飄逸 很高貴 可以成佛的 當我們看到法輪常轉 法水長流這幾個字 和前面好像有特異功能的羅漢 我們就到寺院了 過了這個門 我們就入了萬佛寺 走到這裡的角落有個指示牌 往左邊是看佛教的 右邊是看道教的 看見牆上有彌勒佛 也就是大套佛 希望大家在疫情下 看到他 拋開煩惱 心情輕鬆一點 直走進去 就看到萬佛寺的主殿 那主殿裡面 真的有成萬個佛像 不過最特別 就是這裡 同時供奉 見萬佛寺的血溪法師的真身 那對著主殿的 當然就是韋陀佛 他可以說 是佛教的禁軍統領 負責航魔伏妖 過了韋陀佛 就會見到左右兩邊的十八羅漢 再直走到山邊 就會見到騎著白象的普賢菩薩 他是佛祖釋迦牟的得力右手 他以不同的造型 在世界教導世人向佛 大家不要誤會 這塊粉紅色的東西 是其中一個造型 只不過我SELFIE 不想被人見到 我們欣賞一下萬佛寺的鳥宇花香 接著我們就會見到 另一位佛祖的得力左手 文殊菩薩 他是行動派 以行為和品行去傳揚佛法 另一旦會見到萬佛塔 萬佛塔最有名的 就是匯豐銀行 曾經發行的一百元紙幣 看到他 我們經過第二邊的羅漢 就會見到觀音亭 雙手合實 樣子很平和的觀音 前面有個四面佛像 接著我們就跟剛才一道萬佛寺 看到的指示牌 右手邊箭嘴方向上山 開始就會有些道教的色彩 例如沿途見到這個太上老軍像 上山 第一個見到的就是准提殿 墊的左手邊 是很大座的關公像 這個也是全香港唯一一座廟裡 有關公騎尺兔馬像 通常我們見到的關公像 要是拿著青龍眼月刀 要是讀春秋 就算之前介紹過 在沙基灣的劉關章廟 那隻尺兔馬 都是在廟外守著的 中間供奉的當然就是准提菩薩 他是一個關懷 和護由世人 有求必應的一個菩薩 右手邊騎虎的神 我就不清楚是哪一位 但是照擺設 我估計是五路財神之手 如果大家知道 就麻煩大家留言通知我 准提殿隔壁 地上有一點點的福德宮 即是拜土地公公 我們接著會經過 有一個複製的小花園 然後右手邊這一座紅色的建築物 就是地座廟 裡面都擺放了很多仙人的骨灰 給他們的子子孫孫供奉 然後一直走 就會見到玉帝殿 裡面當然供奉著 天地鬼三戒 人神之手 玉王大帝 既然是神宗之王 當然有四大天王保護著 離開玉帝殿 一直向前走 就會見到六十位太歲 那裡會不會往前走 那裡會不會被人知道 是為何從來 要把這個複製 有的可憐 有的可憐 是有的可憐 哪有的可憐 有的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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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个太岁,谁是守护自己的太岁呢? 不要紧,有块铁板写上了不同的年份 你可以对照 除了有万个不同形态的佛之外 这里还种了不同的盆景和花 都令人很赏心悦目 今天参观万佛寺到这里 之前有朋友跟我说 他们一年前来过 说佛像跟我今天见到的很不同 当然啦,因为万佛寺曾经重修过 如果大家之前来过 都可以重游一次 可以说是行山之外的另一个选择 既然这里也挺容易到的 而且都需要上山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影片 请你点赞、留言 记得订阅和按钟仔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